HELLO 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好久沒有來開箱了 這個是Bosch 18V的套裝組 詹姆士買了一段時間 沒有時間開箱所以一直放著 好,那這件真是很值得買的 它這個價格大概是詹姆士買這個一隻的價格 這詹姆士之前有開箱過,它是板手兼棋子組 好,它這個價格一隻 可以買到這樣一組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好,那我們就來開箱囉 首先來看一下,這是它的外箱 它這一組包含了這一個 棋子機,應該是電鑽吧 還有那個軍刀具 跟一個照明燈 然後這18V的喔 這邊看到18V的喔 它不是12V,也不是什麼10.8V 比較小電壓的,是18V的 所以這一組呢,詹姆士覺得是 非常超值 所以趕快看到就刷卡嘛 下去了 OK 然後電池呢 是2.0AH的 所以還有負電池 不錯 詹姆士之前已經連這一個 還有 那個吸塵器 都是18V 2.0的 已經有三顆電池 那這個呢 又多兩顆 OK 非常好 看一下 來 側邊 好,這邊應該是它的型號吧 CLPK495A-181 好 好,這是4TOUR的COMBO KIT 欸咻 綜合組 這個 真的蠻重的喔 但是 寄過來蠻快的 記得好像不到一個禮拜 會收到的 好,到外箱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背後的地方 有興趣的可以大概參考一下 然後它就是說它的電池 想用cool pack design 比較好的散熱的方式 好 那我們來開箱 看到這邊有兩個 封條 這是破壞性的封條 可以 拿到如果 已經 封條破掉的話 可能不要小心 有人被 被拆開啊 被拿 拿走裡面的配件 拿這個 OK 沒有,拆開 開箱囉 還有一個袋子 BOSCH的 喔 這個提袋蠻大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提袋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 防布袋 好 這是三爪的夾頭的電鑽 好 這是三爪的夾頭的電鑽 再來一個 這個應該是 起子機 六角頭的起子機 那我們來先看這個 六角頭的起子機 好 它附的是 起子機18V的 這是鋰電池的 impact 衝擊起子機 好,看一下 OK 它可以 依照你按的聲前來調整它的轉速 這樣是比較好的 好 那這邊電池呢 它是可以看的 現在剩一個 好 2.0H的 18V電池 這三模式之前都有開箱過 這三模式之前都有開箱過 好 那它的配件呢就是這個 它有側邊的 應該算是 扣夾吧 來打開一下 好 好,就這樣子 你可以固定在 左邊或是 右邊 好,那這模式把它固定一下 好,可以看到這邊 你可以固定在這邊 或是 另外一邊 看你的習慣 喜歡插在右邊還是左邊的 也要上 它可以這樣倒勾住 OK 好 那 那 這模式習慣用在這一側 先把它給 鎖上去囉 然後還有附一個這個 起子頭 好 先把它給 固定住 好 OK OK 好 那 它一樣是 起子頭要 放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要稍微拉出來一下 它就可以固定住 好,看一下 順時中轉 這個壓下去順時中轉 好 那這邊壓過來 逆時中轉 OK 那這邊有散熱孔 在後 或半部這個地方 這是橡膠的材質 不是塑膠的 因為它是 橡膠的 那這邊應該也是橡膠的 握把的部分 像有紫滑的效果 那這邊是橡膠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LED燈 按下去的時候會亮 那這邊是橡膠的 這邊有impact的字樣 這是衝擊的意思 這邊也是橡膠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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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的電鑽 那它一樣是有附這個側邊夾 看到嗎 側邊的夾子 現在一樣把它鎖上去 那它 就沒有附裡面的電鑽 電鑽的話可能要看箱子裡面有沒有另外附 OK 那雁明正身一下 就是 18V的 然後 離電池 好 看一下它這邊的Label在這邊 一樣它的散熱是在這邊 散熱孔 都開滿多散熱孔的 好 那LED呢 LED一直坐在這邊 一樣是按下去才會亮 好 電池呢 看一下 一樣是18V的 2.0AH的離電池 一樣它這身邊都有做一個 可以這些看電量的小按鈕 好 好那接著詹姆是一樣把這個先鎖起來 以免到時候這個 零件包掉了 找不到 因為詹姆是實在太多東西了 有時候收到哪邊都忘記 OK 先把它給鎖起來了 好 用剛才的起子機來鎖 好 這樣就 組合完成 好 那我們接著看下面還有什麼 這個是三年的保固吧 好 接著呢 好 這個軍刀具的 應該是說明書 OK 放旁邊 好 這個兩個 還有充電器的 這三個型號一起的 這三個型號一起的 然後這是兩個型號一起的 這應該是三爪夾頭的 電鑽的說明書 好 好 分開 好 分開 好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體質機的 體質機的 這台是共用的說明書 這個是板手機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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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試一個 這個 照明燈的說明書 好 好 這樣子 好 另外一箱 那個 裡面還有一些 別的部件在裡面 好 好 它附鋸質喔 鋸片 總共 兩個鋸片 好 大概看一下 鋸片的形狀不太一樣 這張姆士用到機會 應該是蠻少的 SWISMATE 瑞士製造的 好 一片是比較 這個上面的比較厚一點 下面的比較薄一點 OK 兩片 鋸質 好 接著呢 它裡面 這邊還有一個 小的 這個 一字跟十字 它掉在旁邊 這是它附的 好 來看一下 大箱的 是什麼容器 好 這個是 軍刀具 來看一下 好 OK 這個還蠻重的 拿起來非常的有分量 OK 看一下喔 它下面呢 接電池的接點 負極在這邊 正極在這邊 好 好 這邊有一個Lock 這邊是Unlock 就是 可以過去 可以按 這邊如果按下去的話 就是 鎖起來了 看一下 大概的地方 這邊 散熱的馬達的地方 它都有開散熱孔 握把的地方 都是塑膠的 黑色的 這部分都是皮膚素 橡膠類的 都指滑的效果 這個也是 那 藍色的部分 就是塑膠的 好 那這部分呢 應該是鐵的 好 那這不是來 裝個鋸片 好 那先來裝鋸片喔 我們要 面向它 這邊有一個 不鏽鋼的旋鈕 可以看到嗎 它是可以 旋轉的 然後它會自動回彈 好 那 那鋸片呢 就是 逆時鐘 因為寸時鐘 沒辦法轉 逆時鐘 好 逆時鐘 塞進去 就可以了 再一次喔 如果沒有轉的話 它是 沒辦法固定住的 它會一拿 一拿就起來了 逆時鐘 轉到底 然後 鋸片塞下去 就可以了 好 那它 只有附兩顆 電池 從另外一顆 拿一個 過來 好 啟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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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有LED燈喔 是在這邊 看一下喔 按下去就會亮了 按鈕 它也是依照你按的聲線 輕輕的按它速度比較慢一點 如果 按 很深的話 它的速度變很快 OK OK 那這個鋸片要收起來 因為小孩子那一丸 好那我們看完了軍刀鋸呢 這邊還有三個盒子 一樣從大的開始看 這應該是照明燈吧 開始充電器 好沒錯就是一個充電器 好這是比較低階的 詹姆是有一個比較高階的 好像是 吸塵器附的它是上面會有散熱孔 裡面還有風扇 BC BC660 BC660 Bosch BC660 OK 它的插頭是這樣子 OK 然後它的Input呢是120V 剛好台灣可以用 沒問題 Output呢是 就是10.8V到 18V 然後直流電2A 2A 箱子 這個是空的 OK 那這個呢 應該就是 照明燈的吧 沒錯 照明燈這邊 這邊 大概看一下它的外觀 好 這是不是ABS的 就不是橡膠材質 這邊有特別寫的 Use only with general replacement bar 就是用一般的燈泡 它裡面不是LED的 就是SpaV 然後最多10瓦的 裡面不是LED的 看一下 好像是一般那種巫師燈泡 好 那我們把它裝上電池 電池力量從後面直接扣上去就可以了 新電池剩一格而已 好 它是有點黃光的 應該是一般的巫師燈泡 好 可以這樣變成用提的 好 新號是CFL180 SpaV的 好 好 全部可以拔起來了 它的卡榫是左右兩邊 按著就可以拉起來 好 這邊還有一顆 它側邊還有預留一個 備用的燈泡在這邊 嗯 蠻不錯的 還有一個備用的燈泡 看到這邊 KPR18 然後 Vo 然後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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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比較一般的巫師燈泡 這個燈泡壞掉還是可以比較 方便買的 好 好 那這就是 詹姆是這次買的 這個套裝組 一個 旗子機 這邊旗子機 然後一個 三爪夾頭的電鑽 然後 這一個 軍刀具 軍刀具 來一個 這個是照明燈 OK 一個充電器 充電器 好 那還有 還有附鋸片兩片 兩片鋸片 鋸片要收好 不要讓小孩子拿一碗 這個 蠻力的會割到手 好 那這個 旗子頭 一個短的 一個長的 這樣我已經裝上去 所以呢 還有這個 它側邊的 吊掛片 好 吊掛片好像不太一樣 材質 這好像不鏽鋼的 這好像是鐵杜星的 光澤 不太一樣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那這一組呢 那這一組呢 蠻划算的喔 非常的超值 還不買嗎 詹姆斯已經手刀刷卡下去買了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是詹姆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